人生是一场关于哲学的修行 各位好 我是书杰 终于哲学一百问的新书和大家见面了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期待了很久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花了整整半年时间 我将哲学一百问第二季音频课程的讲稿 逐字 逐句 整理成书 同时也完成了第一季图书的改版 今天我带着满满诚意 将两本新书呈现于你们 感谢你们的一路陪伴和支持 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所以我才能坚持到今天 此时我的心情可谓百感交集 有激动 有喜悦 也有如是重负之感 可以说这趟充满惊险坎坷的哲学之路 走得十分艰辛 哲学一百问的文稿内容 均由我逐字撰写 整理 包括逻辑图也由我亲自绘制 这项工作就是一个浩瀚的工程 巨大的压力曾让我经常整夜失眠 胶着的情绪 时常困扰着我的生活 我也曾自我打趣说 哲学一百问的宣传语是 治愈你心灵的焦虑 但它却并没有治愈我自己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 我希望把更好 更完美的作品 呈现于你们 我的焦虑 源于对作品精美度的苛求 面对大众讲哲学 这项工作本身就充满冒险性 既要做到保证哲学本身的专业性 同时还要做到通俗易懂 甚至还带有美感和诗意 这的确非常有挑战 所以 从内容策划 架构设计 文本撰写 音频录制 到图书出版 每一步我都必须精心打磨 做到精益求精 只希望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体验 或许 从哲学一百问这堂课里 你听到和读到的 不仅仅有基础的哲学史知识 更有我对生命的真切体验感 有我的情感和情绪的波澜起伏 有我对哲学的热情 以及我对生活与生命的敬畏 我想 哲学一百问 是一部哲学史的作品 更是一件精心雕琢过 融合了审美情绪的艺术品 它既深邃又浪漫 它既古典又诗意 其实很多人都曾问我 做哲学一百问的初衷是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略显功力和快节奏的社会 还要向大众传播 看似无用的哲学 其实在我的青少年时期 我曾有过一段抑郁的痛苦时光 那时 我无意中读到了书本华哲学 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知己 书本华的痛苦与绝望的情绪 给了我精神的慰藉 我才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自己更痛苦的人 与哲学家的思想交流 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超脱 我的内心变得温和 淡定与从容 这种感觉 真的太美妙了 或许 书本华带给我的触动 只有一瞬间 但正是这一瞬间的触动 为我开启了一扇 通向哲学的大门 当我阅读西方哲学史 当我走进哲学家的思想世界 我真切感受到了 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 给我带来的精神震产 从古希腊开始 哲学家开启了一趟充满冒险的思想之旅 苏格拉底对真理的追求 胜过生命 这让我体会到一种超然的态度 柏拉图对精神恋爱的渴求 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浪漫的倾诉 马可奥勒柳对生命的沉思 给我带来心灵的宁静 康德的三大批判 让我深刻理解 人是什么 这个宏大的命题 到了现代哲学篇章 哲学的事业更加开阔 哲学话题更加多元 书本画教我摆脱人生的痛苦 那就是禁止欲望 获得人生的永恒宁静 尼采则对命运持绝不妥协的抗争态度 他批判一切戕害生命本能的行为 面对生活不妨大胆一些 因为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维德根斯坦纯粹忠于自己度过一生 他用不可说的态度 表达着对人生意义的敬畏 罗素生命中的三种激情 对知识不可遏制的探寻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对爱情不可遏制的追求 无时不刻鼓舞着我前行 胡塞尔的玄歌判断 以及现象学还原的方法 教我看待问题时要消除偏见 唯有终止判断才能波云见日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 让我从沉沦中醒来 学会筹划自身 面向未来 萨特为自由而抗争的勇气 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 加谬的荒诞哲学 则以更加豁达的态度 给予我生活的动力 重要的不是治愈 而是带着病痛 活下去 现代哲学家 以诗意而多元的方式 阐述每一个现代人 都曾面临的困惑 痛苦 欲望 激情 快乐 幸福 语言 生存 自由 荒诞 解放 可以说 正是通过阅读哲学史 我真正感受到 一种内在的心灵能量 它如泉泳般不断涌现 时时刻刻 为我注入 生命的火力 是的 哲学 不仅教会我批判性的思维 让我学会独立思考 不随波逐流 对习以为常的知识与信念 加以重新的审视 哲学 更给予我一个精神的栖息地 让我在失意落魄之时 获得心灵的慰藉 从而拥有 应对生活困境的勇气 哲学 教会我在认清世界的真相后 依然能与世界 和平共处 学习哲学 我才愈发觉得 自己如此渺小 我才愈发体会到了 和生命交融在一起的 无我之境的美妙 是哲学 真正给了我触动 给了我生活的动力 塑造了我的个人品格 是哲学 让我真正 受益匪浅 所以 我特别希望 把哲学带给我的感动与力量 把哲学对我的正向影响 传递给普通大众 让更多人了解哲学 学习哲学 喜爱哲学 于是就有了 哲学一百问这档精品课程 以及图书的呈现 我想说 哲学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 是一门冰冷的 枯燥乏味的 离生活很遥远的理论 其实 哲学充满着诗意的美感 有着人性的温度 与生活 息息相关 对普通大众来说 学习哲学并不是为了做学术研究 而是为了培养 反省生活的思考力 以便能更好的 去生活 如何度过这一生 是我们学习哲学中 要思考的一个终极命题 如果不是专业的学术工作者 普通大众学习哲学 要能学进去 但也要能走出来 做到进退有度 收放自主 所谓学进去 就是对哲学史的基本理论 脉络做一个整体的把握 从中汲取对自身生活 有益的营养 对普通大众来说 学习哲学做到这一步 就足以了 要学进去 但不要陷进去 如果你陷进哲学出不来了 那不行 若没有专业的驾驭能力 哲学中晦涩的理论 和拗口的术语 有可能会把你 引向一个更大的深渊 这对于你的日常生活 是无意义的 甚至会让你陷入 更大的困惑中 所以我们要适当地走出来 对哲学中无法理解的 太过于晦涩的理论 要学会 适当放弃 去吸收对自己的生活 产生意义的理念 就足以了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思想与现实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 通过哲学思考 才能让你我的内心 获得某种温和的力量 从而更好的 度过这一生 所以 在哲学一百问中 我一直都是用尽量 通俗的语言 去阐述哲学 而绝非 味色术语的 技术性堆砌 我认为 对普通大众来说 只有先踏入哲学之门 先能明白 哲学的道理 才能达到 理论直到生活 知行合一的目的 人 诗意的七句 是我们第二季图书的主题 这也正是我一直希望 通过哲学的阐述 带给大众的审美体验 无论何时 我们都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以诗意 而审美的方式 积聚于大地之上 去更好的生活 去做一个 果敢 笃定 激情 温和的 性情中人 生活的路 或许还很坎坷 人生也不能处处顺遂 世界 可能还充满着各种荒诞 但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要丧失 生活的勇气 要以审美的姿态 应对生活中的艰难困苦 这 才是一个哲学人 应有的 生活态度 人生 人生虽然漫长 但也短暂 如何 才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 生活的 更具品质感呢 我想 开启一趟 关于哲学的修行 或许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愿每位朋友 有哲学相伴的日子 不再孤单 不再害怕 愿生命中的那朵美丽之花 向你绽放 好了 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讲了一些我内心中的心里话 感谢在茫茫人海中和你们的遇见 最后 也不要忘记来订购这两本 充满诗性与美感的西方哲学史 希望哲学一百问 能无时不刻 滋养着你的心灵 带给你温暖 感谢你们 我是书杰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